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頻道 我來簡單介紹下我們V家不動產研究院 是V家集團旗下 基於房地產全周期研究為體系 立足大灣區、輻射港澳台以及海外 關注行業宏觀和城市微觀 為港人大灣區置業生活提供指引 我們的頻道會定期地推出大灣區頭條日報 大灣區樓市一周快報 大灣區樓市指數報告 大灣區生活指南或者熱點新聞以上方面的視頻 歡迎大家關注以及轉發給想在大灣區買樓居住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ey 之前說了怎樣是大灣區換證租車 本期就來講一下大灣區交通違章怎麼選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基本的計分制度 從拿到駕照起的一年總計12分 首次購滿12分便會參加分為一考試 考試合格後便會清除交通扣分 峰會一是駕駛員的理論考試 包括道路安全法則等知識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哪些行為會導致扣分 首先是超速 開車在一般道路上超速20% 但又未到50% 是會扣3分 如果是高速公路上超速20% 又未到50% 或是一般道路上超速50% 就會被扣6分 如果是高速公路或是城市快速路上超速50% 就會被扣12分 同時要注意的是 開車時打電話是會被扣3分的 說完扣分了 我們再來看看罰款 大灣區對走後駕駛的懲罰是非常嚴格的 醉酒駕車就是100毫升的血液當中 酒精補量大於80 就會被處於1000元的罰款 扣12分 還會居留15天 扣6個月的機動車駕駛症 而且還要注意的是 副駕駛不扣安全帶的話 是會被罰50元 如果駕駛的時候 使用手機 是會被罰款100元的 最後我們來講一下 怎樣罰款了 從5月1日起 廣東政府為了方便香港車主 推出了交通違法和輕微事故網絡 如果你和你的車輛 已經是公安交警部門被作案 就可以通過交管12123 APP快速處理 快速按處理輕微的交通事故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灣區生活訊息 在灣區生活還有什麼想問的 都可以直接在評論區留言 或者私信我們都可以 如果你對我們的影片感興趣 記得關注一下我們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動態 最緊要是按LIKE支持一下 V家不動產研究院 現在已經覆蓋海內外全平台 快點掃描以下的QR Code 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視頻啦